施工人員解開圍梨 進入工作井 展開一天污水下水道工程 機具必須向下開挖3到5米 目前有一些管線 所以要忍耐他們做 他有時候人是在裡面 遷移管線 工區圍梨外架起了告示牌 提醒用路人小心慢行 這裡是仁愛區孝山路 政府正在進行污水下水道工程 9月正式進入仁愛區 各個項弄施工 沐水下水道工程 現在已經進行到我們市區的部分 現在現階段是在做 孝山路的一個推進的工程 因為我們這個工程是採用 那個點狀施工的方式 它地下推進的方式 那現階段正在做的就是 一個立坑的開挖 那每個立坑的開挖 大概工期大概約兩個禮拜 所以我們影響的部分 就是影響到現在工區的部分 我們會先用圍裡圍起來 在裡面做一個開挖 那有影響到我們的一個停車 機車停車格的部分 或汽車停車格的部分 我們會先註銷 那到等這個坑洞開挖完了之後 立坑開挖完了之後 我們會立刻恢復 恢復我們的一個停車格 大馬路上設置了工作井 難免對商家和用路人不便 但污水下水道工程 是城市建設重要的一環 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 影響還蠻大的 而且他們施工的日期 一個禮拜做兩天修好幾天 沒有一直做對不對 沒有一直做啊 沒有一直做啊 算是還是要支持政府的所做的對不對 怎麼做啊 畢竟這是跟民生相關的啦 那弄好一點是對大家都比較好 像校山路前段 就是遇到這個第二層的瓦斯管件 那在等瓦斯管件的時候 我們會暫時就是沒有在動工 那這民眾可能會誤會 可能要跟民眾沉下 就是說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是在等待 其他的管件的牽引 那其實我們假如遇到其他坑 可能也會有相同的問題啦 所以我們會盡量請這個 管件公司配合我們 那謹速牽引 那這部分造成民眾的一些不便 我們再次也請民眾 多多包容我們市府的 這些重大工程 這項工程 每個路段施工 將逐漸的推進 影響時間大約四到六個月 整個工程將在一百一十四年完成 記者 黃少鳴基隆報導